看过《古惑仔》系列的朋友,一定对大逼哥吴志雄不会陌生,那时《古惑仔》这部电影大热,受到了许多观众的追捧,片中的主演郑一剑,陈小春,张耀阳等人也红极一时,大逼哥的扮演者吴志雄更是凭此成为了金牌配角。 荧幕上的吴志雄,看上去总是恶行恶乡的,确实他之前是混过社会,但是后来改过自新了,还劝戒现在的年轻人不要误入歧途。都知道那个年代,香港的演艺圈很乱,所以吴志雄才能阴差阳错开始拍戏。 其实在拍《古惑仔》之前,吴志雄就和周润发一起拍了《监狱风云》,当时的周润发已经是巨星了,吴志雄虽然混了很多年,但是在大哥周润发的身边还是像一个小弟,《监狱风云》成名后,吴志雄又接拍了《古惑仔》,这一次让他一夜爆红,算得上是风靡全国了。 成名之后的吴志雄在娱乐圈交了很多好朋友,但是成名之后赚的钱很快,也很多,慢慢的他开始赌博,可没想到赌博让他输得倾家荡产,最后还欠了一千万的赌债,走投无路的他开始向朋友求助, 但是当听说他欠的是赌债,都没有人愿意借他,最后还是古天乐慷慨解囊,为他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吴志雄因此对古天乐非常感激,而且之后古天乐还帮吴志雄找戏拍,可从来没有提过钱的事,后来他去拍钱,古天乐也没有要,还说根本没有这回事。 虽然古天乐没有在意这些钱,可这份情在大逼哥心理分量很重,而且他对古天乐非常感激,还说他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。 古天乐为人一直非常低调,这么多年他捐赠了近百所学校,总价值超过了30亿,有香港记者采访他,让他说说自己捐赠的小学,话都没问完,古天乐就摇头说不谈这个。